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期这两类人群被骗的警请多发 好 那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去年年底我们栏目曾经报道过这么个事情 就是景美大道孙措社区附近的一处地下通道 虽然已经建好了 但是因为这个通道里面的管线没有迁走 导致行人没有办法通行 当时待见单位表示说 将会尽快地协调迁走这些管线 现在相关工作落实到位了吗 今天我们的记者再次进行了回访 上午记者再次来到景美大道孙措社区附近的这处地下通道 发现出入口处除了原来设置的防护栏以外 现在还设置了围挡 在地下通道靠近孙措社区出入口的楼梯附近 放置着一些管道 随后记者走进地下通道 发现原本横在通道中间口的污水管已经被迁走 但是氮气输送管和地下通道上方的电缆线依然存在 用于支撑氮气输送管用的金属柱就竖在通道中间成为通行的障碍 而电缆线同样影响正常通行 从去年8月地下通道主体建成后 这些管线就一直成为行人通行的拦路湖 让附近的居民感到很不方便 到对面的话挺不方便的 因为要走很远的路 绕路所以很不方便 就是还是希望快点开通之类的 那么氮气管道和电缆线的迁改工作 为什么进展这么缓慢呢 随后记者用来到了地下通道的代建单位 厦门百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了解情况 由于相关工作人员人不在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了他 电话中这位工作人员表示 今年2月份地下通道内的污水管 已经完成迁改 之后他们马上联系上电力施工单位 告知可以根据施工方案 进场迁移电缆线了 但由于附近还有其他工程在作业 因此影响到电力施工的进度 电力施工不是也过来埋了吗 埋了现在又被挖掉了 埋完以后他那边不是有很多根电缆吗 他这个他涉及到周边的那个工厂 包括居民的用电 跟报告安排情练计划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经过和电力施工单位协调 本周内电缆迁移工作可以开始 而只有等到迁走电缆后 才能再迁移氮气管 厦门百城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方面表示 目前氮气管的迁移施工方案仍在细化当中 记者何鸿林 王海洋报道 为了保护山体生态环境 近日呢 维法建策属于历史遗留问题 之前一家采矿企业入住时 承租下来后当作办公室和工人宿舍 去年8月份 企业采矿资格到期后 就离开了小光山矿区 但是这两栋建筑就遗留了下来 一直空置到现在 由于这两栋建筑建在山脚下 存在一定的地质安全隐患 对此 祥安城管部门组织大型机械进场 对这两栋违法建筑进行了拆除 承管执法人员说 此次拆除的这两栋违法建筑面积 有2000平方米左右 而通过前期摸底排查的结果 像这样的违法建筑 在小光山矿区附近 还有35处左右 接下来他们还将组织力量 对这些违法建筑进行清理整治 建筑主要是对还有一些存在一定的 进行再次摸牌 再次拆除 记者何鸿林 段志伟报道 另外记者从市城管部门了解到 今年以来 我是按照省市两维整治工作的部署 全面开展督查督办 截至目前 共拆除两维183万平方米 据了解 城管执法部门通过建立 两维动态巡查监控机制 加大重点区域及核心地段内 两维的整治力度 先后组织拆除了 滨北101 中山路小牛芒等复杂历史违建 重点推进东平山专项整治等 省市重点案件治理进度 此外还通过巡查监控 及时发现制止新增两维 今年来城管执法部门 共查处两维投诉及网络舆情案件 共58件 受理涉嫌新增违法建设的投诉 共850件 截至目前 我市共拆除两维183.59万平方米 拆除非法广告牌3.1万平方米 据介绍 按照今年我市出台的 治理新增两维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拆除新增两维 一律不得给予任何形式的奖励和补偿 下一步 执法部门还将通过无人机等科技手段 及时发现隐性两维 为责任追究提供更加准确 真实的新增两维数据来源 同时将严控两维工作 与扫黑除恶相结合 重点针对查处两维过程中出现的 涉黑涉恶势力行为 及时收集阻碍干扰执法工作的 黑恶势力的线索 特别是历史遗留未半截的案件 逐步健全执法与公安部门的 联动打击机制 继续地做好基层基础工作 就是还是要继续围绕的 市委市政务的中心工作 以及民生的一些热点难点问题 我们加大两维这一块的 清查管控的力度 保证重点项目 保证民生问题 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本台记者报道 昨天省教育厅公布了 今年我省高招录取实施办法 根据安排从本月28号起 考生网上填报支援工作 将正式启动 具体的情况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虽然高考成绩还未公布 但申请成绩复查和志愿填报的时间 已经出炉 6月27号下午5点前 对高考成绩有疑意的考生 可携带本人书面申请 身份证 准考证 到报名点的区招办申请复查 6月28号起 考生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启动 根据安排 志愿填报工作将先组织实施 常规志愿录取 常规志愿录取结束后 未完成的招生计划 及追加的招生计划 将向社会公布 组织考生填报第一次征求志愿 并实施第一次征求志愿录取 其中 文史理工类提前批 仅一次征求志愿 艺术类提前批 无征求志愿 文史理工类本科一批 和本科二批常规志愿 按平行志愿投档模式进行投档 文史理工类设本科提前批 本科一批 本科二批 和高职专科批 四个批次 艺术类设本科提前批 本科AP 本科B批 和高职专科批 四个批次 体育类设本科批 和高职专科批 两个批次 本台记者报道 食品安全 一直是老百姓关注的话题 为进一步提高学生和家长们的 食品安全意识呢 近日 祥安区马向市场监督管理所 和祥安一中 共同举办了 我是一名食安关 主题实践活动 实践活动中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 带领学生和家长代表们 抽查了校园周边的 三家快餐店 除了查验快餐店的经营资质外 学生和家长代表还检查了这家快餐店的进货流程 食品功能区域划分 以及餐具清洗消毒等情况 并进行打分评级 初一学生蔡玉玲平时经常光顾这家店 以往她只关注菜品是否可口 而今天她以食品安全观的身份参与检查后 更深刻地认识到了食品安全的重要性 在抽检完学校周边的快餐店后 学生和家长代表们又对学校食堂食品存放 餐具管理等情况进行了检查 将刚刚学到的知识学以致用 主要是促使我们的学生参与我们学校管理 成为学校管理的主人 然后促使他们了解更多的食品安全的支持 也从另外一方面对学校食堂进行管理督促 检查完之后会把这个检查情况口口相传 这样的话卫生干净的店 它的生意可能就会越来越好 卫生擦了店 它如果不整改的话 它可能生意就会有所影响 记者胡莱莱端志伟报道 俗话说千里之地毁于乙穴 这里的乙说的就是白乙 您别看这白乙个头不大 可这些会钻动 繁殖力又超强的小东西 对水库大坝构成的威胁可不容小事 最近趁着白乙进入繁殖期 听西水库就展开了新一轮的灭乙行动 要灭乙首先就要找到乙巢 上午听西水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和白乙防治专业人员一起 重点在水库主坝和副坝周边展开了搜寻 不一会儿就在水库管理房附近 发现了一个大型白乙巢 顺着移道 工作人员一路向下开挖 由于这处白乙巢体积比较大 又位于一棵大树下方 树根纵横交错 给挖掘工作带来了一些麻烦 工作人员只能将白乙巢挖碎逐一取出 从取出的乙巢上可以看到 上面布满了纵横交错的通道和孔洞 看上去像是一个迷宫 里面的白乙四处乱窜 灭乙最关键的就是抓捕乙后 为了寻找乙后 工作人员不断扩大搜寻范围 最终躲藏在巢穴深处的乙后被找到了 除了挖乙巢 现场工作人员还在坝坡上钻孔埋药 并喷洒药物 同时在白蚁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 设置幼补箱 对白蚁展开全面清剿 这个木头是白蚁爱吃的 我们处理过的木头 如果白蚁的话周边没吃 它就会慢慢地跑到这个箱子里面 然后我们就集中给它诱刷 然后再去找它的脑巢在哪 停息水库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 白蚁的繁殖能力很强 对水库的安全会造成影响 因此他们每年都会对白蚁进行两次综合防治 本轮的白蚁防治工作 预计将持续一个月 大巴的两边也比较大 比较多 但是我们靠山的那边 但是我们周围也要 也要给它吃一吃 要不然的话 它也是油也飞过去 我们就尽量范围子大一点 这样效果比较好 前段时间我们栏目报道了 因为四架公颈癌疫苗供应不足 我是暂停了相关的接种 但是二架疫苗 因为接种年龄范围等原因 一直都有不少人在了解咨询 记者了解到 近日根据国家药监局 相关技术评审的一个结果显示 二架公颈癌疫苗接种对象的年龄 获批延长到45岁 近日 二架公颈癌疫苗生产企业宣布 生产的二架公颈癌疫苗 获批可以扩大接种人群的年龄范围 原本仅限9至25岁女性 接种的二架公颈癌疫苗 现在的接种年龄范围延长至45岁 这意味着 年龄在9至45岁之间的女性 都可以接种二架公颈癌疫苗 医生表示 二架和四架公颈癌疫苗 在降低公颈癌的发生率上 作用几乎相同 主要都是预防 人乳投流病毒中最常见的两种病毒型别 人乳投流病毒16型和18型 二架疫苗其实跟四架其实是一样的 它都是能预防70%以上的公颈癌的发生 给这个26到45岁的这个女性 带来一个很好的消息 确实是除了动四架以外 还可以接种二架 此外 医生介绍说 当前前来咨询并接种公颈癌疫苗的女性 年龄基本都在25岁以上 但其实和其他疫苗一样 尽早接种公颈癌疫苗预防效果会更好 记者了解到 当前我是个疫苗接种点的二架公颈癌疫苗 都有一定的库存 医生提醒 虽然接种公颈癌疫苗 是当前预防公颈癌最有效的措施 但接种疫苗并不意味着 百分之百不会患上公颈癌 因此 想要彻底杜绝公颈癌的发生 还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 定期进行相关审查 记者消新王汉阳 通讯员朱春磊报道 下一节还将看到 替考驾照 学员和替考者被判缓刑 实用考评人员 在近期的走访中发现 小安区新殿镇 洪前村北侧和卢卡小镇 相邻的区域 脏乱问题特别突出 事物评报我们来关注 通过走访能看到 卢卡小镇与新殿镇洪前村之间 存在着一处已征用的空地 空地完全不设防 其上黄土遍布 并且被倾倒了成山的装修渣土 西侧部分渣土还有覆盖的意识 但绝大多数渣土是裸露的 倾倒渣土进出的车辆 带出的黄泥污染了新建的洪前北路 据当地的一位阿婆说 这些渣土既有卢卡小镇装修户到的 也有洪前村村民到的 因为没人管就堆成了山 而除了这一空地没人管之外 沿洪前北路往东 临街的洪前村北侧路边 同样可见一路脏乱的景象 卡明人希望问题能够引起祥安区相关管理部门的重视 督促新建镇尽快落实这一区域的日常管理 记者刘若华报道 半天之内三户住家相继被入室盗窃 这一警情引起了四名警方的重视 经过调查民警发现连续作案的是一对老搭档 不过这两名盗贼得手后 当天就离开了厦门 然而让民警想不到的是两天之后 贼胆包天的盗贼竟然又返回厦门作案 结果被警方仍葬聚火 6月12号下午到傍晚 大雪路上古路附近的两个居民小区 连续发生入室盗窃的警情 毛贼撬锁进入室内 偷走居民所在抽屉或衣柜中的一些精气和现金 当我们在完第一集结构的时候 又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起案件 继续在开了厦门工作 发生了这两起案件是同一个嫌疑人 当晚 旅领路又有一户居民家中被盗 民警经过调查研判发现 这起入室盗窃的嫌疑人 与另外两起案件的嫌疑人相同 另外 警方还侦查到 两名嫌疑人是一对流窜作案的老搭档 徐某方和余某宝 两人都有多次盗窃前科 徐某方目前正被广东警方上网追逃 6月12号当天 两人连续作案三起后 已经连夜离开了厦门 6月14号 警方侦查到 两名嫌疑人出现在松柏一带 四名警方立即组织警力 前往松柏附近抓捕嫌疑人 没想到 警方刚要出动 又借到一起警轻 松柏一户居民家中 发生了入室盗窃 价值30多万元的 精气 玉气被洗劫一空 而作案的正是徐某方和余某宝 6月14号晚上9点多 四名警方兵分多路 蹲守在极美长途汽车站附近 最终将两名盗窃嫌疑人抓获 并从他们身上搜出 当天盗窃得来的所有赃物 目前 两名盗窃嫌疑人 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记者谢从斌 王汉阳 通讯员 王鹏报道 近日是反诈骗中心 发布了上周诈骗警情 其中年龄最大的受害者73岁 最小的仅仅14岁 可以说骗子是针对不同年龄段 精心设下各种骗局 那么这些老人和孩子 都是怎么被骗的呢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前几天 73岁的杨阿婆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南平市公安局的民警 表示他们正在追查一起洗钱案 查获了一张涉案银行卡 户名显示是杨阿婆的名字 杨阿婆一听就慌了 这时候对方要求杨阿婆 把名下所有银行卡中的钱款 集中到一张银行卡上 以证明自己的资金清白 之后的话就是又要求 杨阿婆爆出了这个银行卡的账号密码 包括后续手机收到了验证 杨阿婆这时候也都是自己 独自一个人在家 也没有过多的与亲友 包括自己的儿女进行核实 之后的话在手机收到银行扣款 七万元的这个短信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是被骗 警方表示 由于老年人白天常常独自在家 与子女交流比较少 加上老年人对于一些手机验证码 网银密码等网络交易不太了解 因此给了骗子可乘之机 除了冒充查案 像冒充亲友领导 以及投资理财类的骗局中 受骗老年人也都不少 相比老年人 低年龄段的受害者 最多的还是遭遇商品交易类的诈骗 虽然诈骗手法简单 但由于不少孩子缺少社会阅历 防骗意识差 也被骗子屡屡得手 今年14岁的小刘 是厦门某中学的初二学生 暑假快到了 小刘想买一只宠物狗陪伴自己 于是就在网上搜索宠物狗的信息 并添加了网上预留的微信号 双方很快就谈妥了价格 对方还表示 可以通过微信进行交易 之后小刘通过微信 支付给了对方1100元 可等了三天 小刘都没有收到宠物狗 也没有查到任何物流信息 最终在家人的提醒下 小刘才意识到被骗了 学生朋友现在 可能对于防骗的意识 可能还不是非常的强 有时候还是有所欠缺 一定要通过正规的 这个电商平台进行操作 不要脱离这些电商平台 在第三方的一些平台 进行一些交易 那以免自己相当受骗 记者光家段志伟报道 2015年11月生效的 刑法修正案9中 首次提出在法律规定的 国家考试中替考的行为 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近日金北法院就审理了 这样一起替考案 一名男子呢 因为担心无法通过 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一的考试 于是呢 就找人替考 结果被当场发现 两个人也因此被判了缓刑 被告人阎某出生于1964年 去年他因为驾驶证被扣买12分 要重新回路学习 并通过科目一考试 因为年龄比较大 自身文化程度又不高 阎某担心自己无法通过 科目一的考试 年龄大了 我怕考不出来嘛 买读书怕考不出来嘛 我那个中介一直说了 我那边就叫我帮我办 一人拿一条一人给他抽 去年4月14号 中介安排刘某 拿着严某的身份证等材料 来到车管所的科目一考场内 替严某参加 机动车驾驶证科目一考试 在考试中 民警当场识破了 刘某的假身份 200块的入贿 他说只能要考过才能说到钱 案发后 严某也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 集美法院认为 刘某替他人参加 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 严某则让他人替自己参加考试 两人的行为都构成了 代替考试罪 法院一审判处刘某拘役 两个月缓刑三个月 严某拘役一个月15天 缓刑三个月 同时对两人各处5000元罚金 记者孔祥鹏 特约记者陈宝清报道 广告后我们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 我们关注一下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在结果显示 今天评价我是空气质量的各项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的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空气质量指数是51 首要污染物是PM10 目前很多国家都加大力度打击 象牙非凡贸易 那么这些伐木收缴来的象牙 为什么要销毁呢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来了解一下 按照国际惯例 伐木收缴的象牙虽然价值不菲 但都要被销毁 以肯尼亚为例 从1989年开始分三次 共焚烧了33吨象牙 为什么要销毁呢 肯尼亚国家公园巡视长默认说 这是向公众表明 政府打击象牙非法贸易的决心 而我国的做法也是如此 其实销毁象牙的做法 也是备受争议的 有人认为销毁部分象牙 反导会刺激需求太高价格 从而进入恶性循环 对大象的保护更为不利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 无论是销毁象牙打压贸易 还是敞开贸易压低价格 都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盗猎大象走私象牙的行为 此外 数量庞大的象牙 如果依靠政府来保管维护 每年的费用可能需要数以百万 因此销毁是一种更优的选择 让人们彻底断了念想 再来了解一下 明天厦门的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 大气扩散条件较好 预计明天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凉 少污染物是臭氧 好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 全部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讨论